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县政府正在宜兰运动 罗东运动公园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棒球场的南侧的部分 现在正在进行一项广星抽水站的工程 那工程进行为期差不多400多天 那预计完工的日期会是在明年的年中左右 因为工程必须穿越罗东西防汛道路 因此道路将会从3月20日起封闭到8月15日为止 请行进车辆注意提前改道行驶 水利科也会督促包商尽速赶工 将影响时间降到最少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抽水料工程 因应出水工的一个工序的一个必要性 所以我们会预计在3月20号一直到8月中旬的时候 会把罗东西也就是运动公园侧的那个防序道路 做一个封闭的一个动作 那提醒用路人经过那个区段的时候 要注意改道来行驶 那造成不变的地方 我们这边县政府这边深感抱歉 那我们也会加速我们的工程 尽量的把工程工进赶上 然后可以马上来让我们通行使用 广新抽水站总经费将近2亿元 期望顺利在明年完成设置 为居民带来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 报道 东三要拼广光了 这是为了打造更优质的休闲观光 东三乡公所目前正在进行安平溪下游的输军工程 同时也美化两边的河岸 并施作检疫码头 未来预计开放电动小船 来带领民众畅游东三 外首正在加紧赶工 进行河底的清理工作 而且这些淤泥未来刚好作为河岸旨在的肥料 透过工程改善之前杂乱的环境 同时有助于排水顺畅 公所表示安平溪从东三桥下游约一公里将准备10艘电动小船来营运 要带给游客不一样的观光体验 这次我们的礼宝要在这个地方来办 所以我们这次做一个清港的动作 把这些衣机都清起来 这自那时候设施做到后 将来十几年都没有清 这次把清一下 我们这个鄉民非常轻定 这条港本来就很漂亮了 这次把清起来后 目前预定在四月一号 也就是绿博开幕那天 同步让民众坐船来悠游东三河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 游客多塞车的问题就不能不重视 这是为了解决农潭湖停车的问题 县府向台塑来借用农潭湖入口左边的土地 来规划150个停车位 并且将从四月一号开始要收费了 小客车每次是50元 大客车是100元 江西农潭湖风景区 每年造访的人数将近70万人次 停车位一位难求 而且人车正道 险向还生 县政府为此向台塑企业借用农潭湖入口左侧0.7公顷的土地 开辟为停车场 基于使用者付费原则 同时确保游客步行安全 从四月一号起将开始收费 哪来当这边当停车场好像也有一个优惠嘛 地价税也有一个优惠嘛 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必然要收费 你必然要收费 这个不可能没有收费的 使用者付费天经地义 我们场地是没有收费 但是停车一定要收费 收费其实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管理 让它有一个秩序的 所以现在这样子来 你看看我们的面孔就 非常轻松 非常有走路 非常有一个秩序 以前不是 车停到整大堆 因为我们车整大堆 这样走就走没路 江西农潭湖停车位 从原本的45个停车位增加到150个 其中小客车有125个车位 大客车则是25个 并且依照宜兰县风景牛气区 经营管理自治条例 小客车每次着收50元 大客车则是着收100元的停车费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而另外东三乡成行路 早在一个月前 就有民众发现这人孔盖遗失了 容易造成路过的人 还有车辆的危险 地方紧急放置告示牌 避免发生意外 但是一个多月都过去了 公所到现在还没有查出 这人孔盖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来看以下的报道 虽然仪式的人孔盖不大 但地点位在车流大的成行路上 对于路人 自行车或机车骑事 容易造成意外发生 所以地方暂时放置交通锥 提醒大家注意 来喔 你看看我们这里来来去去 这个地方来说 因为人和车费很多 这个卡拉车或是人不注意 去拨堂去落下 尤其晚上的时候 机车在这里过 这也有可能没看到了 代表姚后明表示 人孔盖整整不见一个月 询问工所跟台电都找不到主人 因为人孔盖规格特殊 只能透过媒体 呼吁主管单位出面修复 这个人孔盖导 所以说我们工所也没有这个名字 把它放在那里 也有带台电的通知 也有带一些东西 不知道是怎样 怎样都会整个都没收理 主要是他们都没有来认人 我希望今天透过这个新闻 相关单位看得到 快点来处理 我也希望说 后面这些所有的管线单位 可以有一个机制 例如说 他们的盖 在哪里 要自己了解 还是说这些盖在里面 要塞 塞他们的幕后 根据乡长也表示 这个人孔盖 有可能是电信单位所管辖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林 采访报导 校园内传出了好消息 宜蘭市国小有光复国小 黎敏国小 国中有复兴国中 凯旋 中华等五所国中校 在105年 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 表现相当的亮眼 获得了多项的特优 事工所今天特别颁奖鼓励 肯定孩子们优秀的表现 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日前落幕 宜蘭市内各级学校表现亮眼 有五所学校获得优等 事工所也各补助 五万元给获奖的国中小 肯定学校的用心和学生的努力 这次能够在全国的音乐舞台上 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这也要归功于 我们宜蘭县政府跟事工所 跟学校之间的配合 当然学生他自己 非常主动的学习 跟家长的配合 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今天特别做一些 奖励性的一个鼓励 当然我们希望说 所有的学生或者家长 跟我们学校之间 能够更充分的来配合 让我们的音乐能够在 全国的舞台上 甚至国际的舞台上 拿下更好的一个成绩 市长江中渊表示 事工所推动音乐相当用心 包括儿童节巡回音乐会 星光音乐会 第六党南城国际音乐节等等 目的就是要将音乐的种子 散播出去 将宜蘭打造成台湾音乐之都 这个得来不易的荣耀 我们要继续来保存及传承 我们希望能够把宜蘭市 打造成为一个音乐之都 尤其我们这个音乐种子 不只在校园播放之外 我们也希望这些音乐种子 能拓展到整个宜蘭市 宜蘭县的氛围 让我们所有 这个处于 这个一个城市里面 是有生活美学 其中的艺文音乐上面 是得到全国最高的一个肯定 这次宜蘭的孩子 在全国比赛中旅船捷报 宜蘭市民予有荣烟 希望他们能不断的精进 有朝一日能站在家乡舞台上表演 让乡亲能够欣赏到高水准的演出 宜蘭新闻记者赛福星采访报道 你在找工作吗 为了因应长照2.0人力的需求 县府劳工处今年将在 大同、南澳、头城、东山 等四个乡镇来开办长照服务员训练班 经过108个小时的训练 而且通过考试的学员 就能够投入长期照护的工作 宜蘭县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4% 未来需要大批的人力来从事长期照护 为此 劳工处计划在大同、南澳、头城、东山等四乡镇 各开办一班长期服务员训练班 每班招收25名学员 预计下个月开课 我们这个照护服务员训练班在四月 要开始来训练 如果想提升本职学员 勞工处也有开办品 秉极技术式证照班 欢迎受购基础课程的学员 踊跃参加 如果你们欄想要再进一步 来投靠拓促备的证照 我们现在还有两班 两班的证照班 秉极技术式的证照班 同过证照班的訓練和拓促 薪水还会比一般的照护服务员更高 希望目前已经有受过照护服务员训练 或先来训练我们训练的学员 可以继续来参加征造辅导班 劳工处也强调 未来将会参考各乡镇市的照护人力 选定有需求的地方开办相关训练课程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而你对其他国家的歌唱文化了解有多少呢 宜蘭县竹青亭福利服务中心 罗东站以及内政部移民署 共同举办的新著名家乡歌曲传唱联谊活动 有来自印尼、越南、中国等地等共17组 新著名还有她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场盛会 场面相当热闹而且又感人 来自印尼的新著名妈妈带着家中宝贝 换上传统服装一同登台 大声唱起印尼的生日快乐歌 歌声嘹亮轻快悦耳动听 这一家和乐融融的新著名家庭随后还端上了大蛋糕 在台上一同为小孩子来庆祝生日 全场同唱生日快乐歌场面温馨感人 新著名来参加比赛都经过严密的训练 自己在家里都做个很详实的训练 我相信今天的比赛新著名可以展现出来的歌喉 一定不输中国好声音 未始现名以及来自各国新著名了解到异国歌唱文化 并且寻塑多元文化共荣传承的机会 宜蘭县竹清廷福利服务中心罗东站 与内政部移民署宜蘭县福站 共同举办新住民家乡歌曲传唱联谊活动 共有17组来自印尼、越南、中国等国家的新住民 以及他们的子女来共襄盛举 场面热闹 宜蘭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走进生活看见艺术 中心国中校长杨乃光看见德安学员们 生活教育课程的需求 发起了生活艺术公益展览 也邀请同样是热爱艺术 而且有爱心的许伯镇、简信斌两位校长 一起用艺术来帮助孩子们 展出时间是3月19号到4月14号 将在罗东升至伊朗 欢迎喜好艺术收藏作品的乡亲 一起来做爱心 画作里富有冲向思义的北城国小校长简信斌 唯美构图的新中国中校长杨乃光 以及朴石敦厚陶艺创作的三名国小校长许伯镇 是宜兰县教育界热爱艺术创作的校长 而这三人从艺术教育走向艺术生活 现在要用爱来帮助弱势学生 前些日子我到这个德安学院 他是来协助我们学校中措生 终结转职的机构 那么刘主任跟我发起了 他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高关怀的孩子 体验生命教育 希望在学院里面盖了一个基社压舍 但是目前苦于经费的关系 那其实我当下就埋下一个种子 我们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 来协助我们学员来推展生命教育 那所以这一次的展 我们也将学员的这个作品 同学一起来跟我们联合的来进行参展 那我们也同时希望能够发一点心愿 把这一次的意卖所得的部分 能够捐赠给学员 来完成他们的梦想 事实上在学校教育之外 对社会教育各项的展览 各项艺术教育的推广 包括上山下海到偏向 其实都持续在做 所以这一次也稍微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把学校教育的一些能量 可以扩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那就是说把这个 其实他是桃的东西 他是一个很生亡的东西 那如果可以把美的东西跟桃 可以做一个结合 那它可以是一种艺术 也可以让它很生化 它可以享受心理上的享受 而且实质上的运用 这个都可以 而展触地点就在罗东的成功国小对面 升职一浪 而为了响应工艺展 也免费提供艺术空间 让展触能够顺利进行 而一麦索德也将捐给德安学员 展触时间是3月19号到4月14号 欢迎乡亲历领欣赏 也来帮助孩子们达成愿望 宜蘭新闻记者 蓝夏如采访报道 毒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但是警方打击毒品是有决心的 这经过长时间的搜证还有调查 16号兵分多路 预举破获以业性女子为首的贩毒集团 其中祖贤因为身份质号有错误 多次散过追气 不过终究难逃罚网 起出了毒品阿费大命 并将集团共11人移送罚办 欢命中这位叶姓女子 就是贩毒集团的祖贤 因为身份证号码错误 虽然警方几次查获都无法加以定罪 但最后还是透过姓名跟生日来比对 结果才将他逮捕 因为这个叶姓祖贤 他透过一些关系 然后去做一些贩毒的动作 那最近一直没有遭到警方查获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他的身份证字号其实有编码错误 那其实他在100年的时候 就遭到地检署那边做一个毒品通气的动作 但是问题是一直都没有遭到查获 对 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身份证字号被码错误这样 对 后来我们怎么样再查到 那后来我们是透过他的名字 和生日的部分 然后去做比对 然后发现说 跟我们锁定的这个犯嫌 他的基本资料都相符 所以我们后来才找到这个犯嫌 为了侦破这个贩毒集团 罗东警方在地检署的调度 还有新警大队跟书澳分局的配合下 编纷多路在罗东等多乡镇 同步进行搜索 查获集团共11人 还有安非他命10多公克 全难医毒品防治条例 移送法办 宜然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 另外县级杂局少年队 经过4个月的监控收政 在今天凌晨编纷多路 前往东三罗东武捷 花莲县玉礼镇等搜查查器 查获了以脏性女性夫妻党为首 还有灵性等7人贩毒集团 够读者大约有20多人 现在已经陆续通知到案 我们跟间的一个情况下 在我们的那个罗东的某KTV里面 还有一个包厢 就发现那个毒贩 跟一些友人在那边开毒贩 里面总共有13人 发展领域 那当场我们就查过了 这个三小包的一个 还有其他一些部门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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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我们在今天凌晨 我们在凌晨再次的期间以后 我们再往其他的县内的 罗东武捷东山的地区来执行搜索 又带同嫌犯大概有四年回来 那总共大概有 大概有十几年的一个嫌犯 那陆续续续还有那个 这个同时其他的 一个过满出品的一个 是不凌的一个实用者 大约总共大概三十几年 明天就要放假了 赶紧的关心明天 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兰地区 是多影短暂雨的天气形态 降雨几率是40% 气温是17度到24度之间 接着的关心雨夜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蓝夏如 感谢您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盛心 也驾驶愉快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你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